各位乡亲大家好 今天香港的局势又是让人感到很沉闷很焦虑 香港警察对三霸的市民 就是霸工霸科霸市 开枪了 香港的局势从五月份到今天差不多快六个月了 香港市民的为了追求自由的抗争 启发了全世界 各大州现在都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示威运动 动辄规模就上百万 香港市民在这次抗争中使用的方法 也算是有很多创新 从联动墙 蒙面 灯光 就这些被中共这种暴政逼出来的 这些招数 独独在中共面前 好像都不管用 在其他的国家 像巴基斯坦 里巴嫩 很多国家 上百万的市民 上街抗议 大多都能达到某种效果 但是香港不行 香港 好像老百姓提出这五大诉求 到今天 一条都没有答应 有人说 那个反送中 那个发起 就是 那个送中条例 送中条例不是撤销了吗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在这种 专制政体下 他这个法案提出 和他的撤销 都是非常随意的 今天这种撤销 不代表永远不会再提出来 现在不就提出23条了吗 中国的这个港版主任 张晓明还讲 就是因为当年23条 没有强行通过 才有了今天这些乱局 就是专制者 他对老百姓的这种反抗 他确实做到了 叫 怎么讲 叫铜墙铁壁吧 你只能这样说 他丝毫不退 我们之前 节目里讲过 就是 中共的政策 就对付抗争 它其实是 国内 几十年来 镇压 老百姓反抗的 他这个 做法的一个延续 他就是 不管你老百姓 用什么招 我就是不退 就是不答应 叫寸土不让 寸步不让 嘴上不让 行动上也不让 就一点都不退 因为他要一退 他退一步 他就可能整个就崩溃了 你退一步就退两步 退两步可能退三步 你对香港市民退步 那就意味着你要对国内老百姓也退步 因为你任何的退步 在中共看来 都会激发更多人的反抗 最近香港的局势的进展 确实让很多人 感觉到 很迷茫 香港的老百姓的抗争 现在基本上 我把它总结 我记得就是一种本能 就人在压迫下的 这种绝望的 挣扎 已经说不上 什么策略了 因为你 什么策略都用了 什么都不管用 这个时候再继续抗争 就是一种本能 就是你在 在绝望中的挣扎 中共 他为了镇压香港这次 老百姓这种反抗 当然也用了很多招数 从这种镇压 与反暴政 反压迫的 这种对镇 咱们从技巧上来分析 香港市民明显是 缺乏优势的 你也缺乏筹码 中共几十年 从他建政 咱不说他建党了 就从他建政 49年到今天 他有一天 是消消停停 过日子的吗 他哪天不是在 算计老百姓 是在 欺负老百姓的呢 每天不是在杀人呢 但香港老百姓 你在这条上 你怎么跟他比 我们还在讲 资源问题 中共为了镇压香港 老百姓的反抗 他所有的资源 全用上了 就这些警察 这些黑警 现在很多观点说 是中共的大陆的军警 混进来的 其实我还不这么 绝对的认为 是这个样子 肯定其中有中共派过来的 这个大陆的武警 或者特警 或者甚至是军队 甚至是 其他地方 像广东 那个戳越 调过来的警察 他也有很复杂的构成 不单纯是一个单位的 这个肯定是有 甚至下相当多数 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是 有这种现象的存在 就把所有对市民施暴的 这个黑警 都当做是大陆来的 好像香港警察就可以免责了 好事 坏事 就分开了 那些文明的警察 那没有杀人的 没有施暴的警察 都是香港的 施暴的都是大陆的 我不觉得这样 是这个样子 因为中共自从收回香港 从1997年到今天 它早就做好了准备 它长期的进行渗透 它在香港警队里 它大量的培养它的人 安插它的人 这个它也是不惜代价的 这个也是 这一部分人 就是早先就做好准备了 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这个 它对香港警察 进行的这种叫洗脑 咱们得说 香港警察也不是铁板一块 它确实有些人 素质也是非常差 非常低的 他们也是原来 在港英政府的治下 或者97年之后的那些早期 这些人 他们可能没机会 没机会 没机会显示他的坏 现在赶上这个机会 那些恶人 他一定要使出他的恶招来 这个就两部分了 一部分是中国渗透的 一部分是香港警队里 本身就是那种 就是很差劲的那些人 再一个呢 中共的策略 它就是逼着香港警队 让他们出手 就在六四的时候 中共用了很多招数 逼着这个军队开枪一样 它也要用 它也要用招数 你不用招数 这个也未必的 现在中国现在的策略就是 不管怎么样 香港警察已经洗不清了 要不说 全部是大陆的 大陆军警干的 这个东西 你说不清 为什么 因为 现在已经混成一锅了 香港的黑警的现象 黑警的这个民生 现在臭遍全世界 就是你说不清 你没法证明 香港的警察 你没法证明自己 你没有作恶 除非就是临阵倒戈 阻止其他的黑警施暴 否则的话 你只要穿那身皮 你就没有好人 没有好人 我们外界 没有必要 反反复复的强调 就是大陆的军警 香港警察都是免责的 没那必要 你这样 这样搞的话 郑重中共的下怀 中共就是逼着香港警察 没有退路 你香港警察 你不作恶 好 有些人 我们肯定说 有些人是不作恶的 是有底线的 但是中共这种作恶 它就把你拖进 拖进泥台里去了 就让你说不清 所以这些招数 说到底 这些招数 反压迫 与镇压的这些招 大家都要用使招 使招 你就得算计 香港老百姓 在这方面 先天的 你不如中共 你人 好人 没法跟这种 这种魔鬼一样的 这种恶人 你没法跟他比这个东西 你比不过他 所以香港老百姓 使什么招都不敢用 这一天 我们早就 预料到了 我们也就 原来也说过这个问题 近段时间 就美国国会 包括国会的 众院的议长 佩洛西 还有一些议员 都是在呼吁香港老百姓 要和平非暴力 要和平非暴力 不要用暴力的方式 来反抗中共 我不知道 他们说这种话的 内心真实的动机 或者是 从什么出发点 讲这些东西的 就今天这个样子 就是你和平 非暴力 对付谁 要看跟谁 你要说 原来港英政府 或者其他的 还有道德底线的 还有法治底线的 还有人性底线的 那些政府 你跟他们讲和理非 那也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但是对中共 这种和理非 那正是中共盼望的 其实在中共看来 根本就不存在和理非 中国认为的和理非 就是你官官的 香港市民 让你死就死 让你 让你这个 活就活 让你委屈的过日子 你就委屈的过日子 也别出声 也别有行动 就是捏的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你不当人 你不像个人样的活着 这就是中国认为的和理非 你只要是 反抗它 不管你从嘴上说 言行 言论 还是行动 不管你在家里 还是在街上 以任何形式的反抗 在中共看来 都不是和理非 你反抗它 你就是有罪 你就应该被镇压 所以这个 让香港老百姓 和理非的前提 根本就不存在 中共想让你和平 它就弄一帮人 整天讲 整天给你脑袋戴紧箍 你们要和平 理性非暴力 但是呢 中共整天还把你 扣在这个都是暴徒 因为它想让你 不和理非的时候 它有的是招 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就它的黑警 扮成市民 去打砸墙 去烧 去杀人 去捅人 因为这个选择权 根本就不在 香港市民的手里 不管我不管那些什么 这个政要 还是那些 就是这个评论者 说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扯淡的东西 这个选择权 根本就不在 香港市民手里 你和平也好 理性也好 不管你 你什么形式 中共说你什么 就是什么 这就反映了 中共镇压 老百姓的反抗 它是空前绝后的 他们就是很厉害 你香港市民 你觉得很有招 你比不上 中国那个招狠 所以我们还得说 今天这个标题 就这几个字 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我上期 在讲这个末日 在讲末日的问题 就中间 因为要截图 隔了两三天 今天先开始讲之前 我们就先说这个问题 就是中共现在如此的厉害 如此的厉害 它把这一场镇压 把压迫人权 搞得这个技术 搞得叫如火春星 登峰造极 超越一切古人 也超越当事 那我们老百姓怎么办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大规模的反抗 和这些 大的形式的转变 都不是人算的 都不是人能 你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的 都不是 巨头三尺有生命 茫茫天意 不可知 但是呢 这个世界的演化 永远逃脱不了天道法则 就中共把这个恶 做到极点了 做到头了 做到头了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就到了 中共在全世界 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 还做出这样的恶事 大家我们看新闻这两天 有一个15岁的香港女孩 就控诉被香港警察 拖到警察局里轮奸 然后怀孕了 让她堕胎 然后还有今天的 当街射杀老百姓 就这样的罪恶 这永远是在进行时 她都没有说 我们说这个 怎么过去 未来 现在 对中共来讲 罪恶永远是 它的现在 这种罪恶 再加上 国际社会的麻木 加上一部分人 咱们就是大陆人 这种幸灾落后 所有人的这个表现 上帝都看在眼里 我就说那三条罪 统治人 压迫人 就是罪 承受他的统治 就也是罪 帮助他们统治 压迫人 是最大的罪 这三条罪 在当时 横行无际 必定会招来 上天的惩罚 所以我们说 末日尽了 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给大家预告了 讲这个电影 叫神秘代码 因为上次讲了 终结者 终结者 也是个大系列片 有很多 我们讲了个尾巴 终结者三的一个尾巴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 感觉有时间在讲 这个神秘代码 我想今天跟大家讲 就是因为它 它其实是我一直以来 这一年多来 讲的这些 给大家讲的 讲的这些 解密的方式的一个 很简单的证明 也是算是一个 很明确的 一个证明 大家看到这个电影 它有两个名字 有的叫神秘代码 又把它翻译成先知 这个电影的一开头 就是大屏幕上 显示出数字来 全部是数字 看什么数字 然后数字呢 就转化成 字母 转化成字母 又是数字 最后 这是 再转化 字母出来了 我们知道中国 我们的汉字 是象形文字 每个字都是一幅图画 是在讲一个 井 我们叫井 它有很大的信息容量 但是西方 它是字母文字 字母文字呢 字母文字怎么来 隐藏这些秘密呢 其实更简单 字母文字是有顺序的 我们这英文 最简单说英文26个字母 英文字母表 ABCDEFG 我们插这个字母个 这就是顺序 就是现在 西方文明 就是英文基础的 这个 基本上就是这个 它是最基本的 为什么26个字母呢 最后 最后落听了 26个字母 就这个电影 一开始就给大家讲 讲明白了 就是字母 它是有顺序的 每个字母都有数字 包含个数字 在计算机里 大家知道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敲这个数字 每个汉字 也能对应一个数字 但是字母它更直接 这就是先知 那个片名出来了 这个已经告诉你了 字母 西方文明的 隐藏秘密 就跟字母有关 跟这个顺序有关 就是数字 转换成字母 字母就转换成数字 就是顺序数 这个片名 就是你看 就是这个 就是先知 我们从片名 就开始讲 就是这个先知 这个词 就是Knowing 大家看到没有 开头这个KN 它的这个顺序数 就是1114 1114 然后下边 我们再求它的核数 再求 先讲它的核数 就是OWIN 核数 6595 加起来 1114 前面这个头尾 头尾KN和尾是G 大家知道G是指上帝 上帝的数7 就是257 257是很简单的一个数 YG 对应字母就是YG Y257 YG 然后大家再看 这组 为什么 这个电影 就是一开始 就很直接的告诉大家 就谜底了 就是 你看它这些 西方字母 在先知这个词上的 这个数字 一开头 就是Knowing 告诉你了 1114 然后呢 它中间出现的数字 你看 15 5239 5239 然后再往下编 9147 9147 2539 大家知道 我们讲很多次了 创世纪的数 2539 在这个电影里 也出现过多次 它都会出现的 圣母马利亚 天主教跟基督教 有很大的区别 新教很大的区别 就是对待马利亚的问题上 马利亚到底是有神格 还只是生神者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造成了基督教 跟天主教 多年来的这种巨大的分歧 马利亚的这个拼音 大家看没有 它的核数 今天我们时间关系不讲太多了 它的核数 4197 看到没有 在这9147 然后4197呢 循环下加产生 1016和115 哼 这就是它的那个秘密 你看 6595 1114 然后创世纪的数 圣母的数 都有了 都有 咱们看圣经 圣经这个圣字 H-O-L-Y 这个最简单的秘密 最简单的秘密 就是H是8 O是15 就815 815 815我们告诉大家 815对应215 一切都是秘密 就是H-O呢 看它从字形来组成 组成一个 原代表天 这就是天梯 登天的天梯 连通天地之间的 就这么简单 然后L-Y L-Y 大家看这个词 L-Y什么 后边这个 这个On-Li 也是 唯一的 就像 必须 唯一的顺这个 顺这个方向往前走 美国这个道路上 喷的很多这种 这种On-Li 它就是 然后L L-Li 这就是天门的意思 里 L-Y 然后呢 这两个之间 就是On-R 257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这就是天门 这就是天门 这就是 这个为什么 L-Y L是12 Y是25 1225 为什么 1225是圣诞节 1225是圣诞节 它是跟太阳皇帝有关 就这些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把它戒评下来 你自己去研究去看 咱们继续往下讲 这个电影里 又具有太多细节了 太多细节 我只是挑了一些 给大家讲一讲 你看这个 这个我都不知道 它什么意思 它就是可能 通过程序来投射 就是这个反映看 从空中看地球上 这个灯光 影射天空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香港那个波罗华 大家拿着手机 像天空映照 肯定是一幅壮丽的奇景 这个也是同样的含义 它这两个单词 手尾相交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手尾了 手尾 然后这边的手尾相交 它的河水十四 这边 摇摇 摇摇 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就看到没有 这就是他这个电影制作者的 他的 也试图告诉大家的 就是 刚开头 都是 讲那些字母 和数字之间的转换关系 最后成为先知 要告诉大家的话语 先知 大家知道 先知 不是先知 先知自己发明的秘密 都是在传达上帝的指示 这个到这儿 就是 太阳揣了 在云中 穿行 在云中穿行 大家故意闪到这儿 你看不 开恩 就是先知 然后呢 就这个小女孩 就是先知 是她做的预言 叫陆新达 她是在看太阳 但你直视太阳 是不行的 因为直视太阳 会把人眼睛给伤了的 所以刚才是讲的 云中 云中的太阳 云中的太阳 而这一天呢 是1959年 马萨诸塞州 列克星敦 这个列克星敦 因为我还没考证 它是不是 美国独立大乡 第一枪 这个列克星敦的枪声 也可能是吧 就是一个 也就是编导 编剧 他们的一番深意 就1959年 10月13日 就是 这个卢新达 他提议 就是用学校搞一个活动 就是用庆祝新校舍的 这个 落成 要搞一个仪式 大家让大家出主意 怎么庆祝 卢新达就建议说 买一个时间胶囊 预言50年后 用画的形式 预言50年后会发生什么 学校呢 就采用卢新达 刚才这个小女孩的建议 就把这个桶拿出来了 这就是时间囊 时间胶囊 时间胶囊 你看没有 它就是 1959年的10月13号 然后准备把它买50年 到2009年10月13号挖出来 然后这个胶囊就在这个 时间井里边 度过50年 这就是 这叫预言 这叫预言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丹佛鬼机场里边 有供应会 埋在下边的时间胶囊 就是1994年 埋下的 然后送给2094年的 那时候的人们 我们讲为什么是 这个10月13呢 10月13这么重要呢 大家知道这个 X大案 就美剧X大案里边 有个穆德 就男主角 叫福克斯穆德 他的生日就是10月13 10月13 咱们说这样对照吧 10月13呢 是太阳历啊 365天 就黄道的 第286天 然后他对应 太阴历的 360天的这个 286的话 就是等10月16 这就他那个含义 这就他那个含义 然后 大家都开始画画啊 只有这个小女孩呢 他没画画 他写了满章纸 全是数字 全是数字 他一个字没写 全是数字 好了 那一天呢 埋到这个井里了 他看这个井的这个结构 这个胶囊放在井里了 这井的结构 四面八方这个星状 向四面放射 然后这个井盖 这就是秘密啊 咱们说这就是秘密啊 就是个 整个电影 他讲这个小女孩 写的这个时间胶囊 写的这张一张 全是数字的纸 然后放在胶囊里 胶囊放在井里 井上盖着这个盖 盖着这个盖 盖你可以把它视为封锁 秘密的 也视为把它揭开盖子的 就像启示录这个 它的本意 就是揭开面纱的意思 揭开盖头 揭开盖头 揭开面具 露出本来面目 就那个井盖 看再看 注意一下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有这个生活经验 就是城市里 有经常看到这种井盖 它是这个钥匙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T字形 T棒 插在这个钥匙孔里 然后拧了之后 才能两头一块使劲 才能把它踢出来 我刚才讲1959了 讲到1959 为什么是1959 因为这是终结者 终结者电影里边 这个救世主约翰的 他妈妈 也是生于1959年 到1997年去世 是因为白血病去世的 我们上期节目 跟大家讲过了 他这数字 全是对应这个 1114 1016和712 1959呢 就是对应618 1997对应1016 为什么1959呢 我今天真的给大家 讲一下 1959 一切的起源 你看19加59呢 等于78 这个78呢 是圆周12克 你可以说12支 12宫 从1到12 加起来就等于78 78 78 7呢 换算是24小时 直到19点 8呢 就是20 就是2019 2019 就是今年 然后 然后 78呢 咱们说他 圆周 12克转 12克转 他会转到哪呢 转到6点 转到6点 停下来 6点呢 又是18点 618又踹了 618 然后19加59 就是不进位的话 就是618 618呢 你可以说 他是一年的 第168天 因为 这个5个月吧 每个月30天 就是这个 360度 30天 150天 到6月18呢 就是168天 他这个 这个数字什么 关系 618 就是咱们 就是他 什么应用的呢 我们知道 中华文明的起源 就是河图洛书 这个洛书呢 就是 叫三接换方 他其实就是 一组数字 叫三接换方 就是九个数 从一到九 他代表什么 代表世界的万数 所有的数 最后都归结为 就是和数 一再和 一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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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都归结为 从一到九 他组成了换方 这叫九宫格 组成换方 在换方这个底部 大家看到没有 618出现了 就在这个地方 618 大比较 618 然后呢 这个618 大家知道 以《终结者电影》里的 审判日 在那天 天网启动了核弹 一瞬间 灭了全世界 30亿人 就618 6点18分 这6点18分 看没有 1 18加6 不进位 就是1.14 1.14 大家知道 是逾越节 然后再把它换算 24小时 1换成13 14换算 换算成2 2点 就是2月13 2月13 大家知道 在这里边看 在这里边看 在这个角度上是个2 往下看 往这个方向展开 7加6 13 在这个方向展开 4加9 13 然后在这个4这个角度 这边往下 3加8 11 9加2 11 9加2 11 就是114 就是逾越节 他跟213之间的关系 大家知道 我做的 这个 做的这个节目 有一个倒计时 大家知道 这个倒计时 结束的时候 这个 是一次 是一次事件的发生 就是华为的 这个公主 孟晚舟 在香港 在从香港到 加拿大 在加拿大被抓了 这孟晚舟的生日 就是2月13 那你知道什么角度 预言 预言就一定要符合数 你看在这 从8这个角度 咱往下看 16是7 8再往上 34也是7 87 这些数都在有 8778 然后214 213 然后411 然后这个洛书 其实有很多应用 就是用万数 最后都归到他 都归到他 就是他从 这个换方什么意思 就是他 不管横加 还竖加 还是对角加 都等于15 这才叫做换方 大家看没有 横竖 横三排 三个15 竖三排 三个组合 不同 三个15 就六个15 六个15 创世纪的六章15节 六章15节 就是上帝 启示给挪亚 造方舟的尺寸 方舟就是约柜 就是约柜的数字 我们讲大契约 就大契约的数字 就615 615 这是习近平的生日 615再换存 24小时就是318 318就是对应 1016 318对应 11月14 和217 登方舟就是2月17 数字就这么来的 就这么来的 然后他 加上斜角的 两个数 就等于多少 大家知道等于多少 等于 又两个15 等于一共是8个15 8个15 就9个数 分成8个不同的组合 都会得到15 就815 就是关系这幻方 这个15 看没有 从这边215 大家知道 815 215都知道什么了 佛祖灭渡 老子出生 然后8月15 大家知道 这个是什么 是215和815 对应的 是对应的 就是这个对应的 对应1970年 10月16的这个数字 然后这边 715 大家知道 是中元节 贵节 也是 祝鹏节 这边115 是逾越节 这边615 他们刚讲 什么意思了 815 这边315 大家知道 是女娃生日 然后对应呢 对应10月16 这边415呢 就对应10月15的 还对应10月15 然后915 915 1970年10月16 这天是伊斯兰利的 9月15 这就是这样锁定的 就这样锁定的 大家明白 为什么是1959 1959 这一组数 为什么是618 他十二宫 跟这个九宫 就三金换方 之间这些关系 今天给大家都讲一下 就那个十年教堂 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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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50年后 就2009年的10月13 就这个主人公出现了 他也叫约翰 他也叫约翰 一边喝酒 一边望远镜 在看土星的光环 他把它叫做 这个热狗之夜 这是我老爸 著名的热狗周日 就礼拜天 烤热狗 烤香肠 然后看星星 这一天呢 其实周日的话 这一天他其实不是 他不是10月12 他是10月11 为什么强调这一天呢 因为他跟那个 电影交调的时间 差了一天 因为他交调是 明天是校庆10月13 那今天应该是10月12 那就不对了 就是今天是10月11 才是周日 因为这一天是8月23 8月23 大家可能知道 这都什么意思了 我们讲过太多次了 就是说这个热狗和周日 什么意思 周日的 这都是礼拜天 第七天 是属于上帝的日子 就是7 然后狗呢 他知道是11 旭 就是711 711是耿旭年 耿旭年 我们知道狗 7 为什么这个狗 跟这个7放在一块呢 他知道这个God God 神 反过来是Dog 就是狗 就是狗 这就是电影里的 买的这些伏笔 然后他催着孩子 赶紧睡觉 然后孩子说 这个明天 是50年校庆 是50年校庆 如果按他说明天 是50年的校庆的话 今天应该是10月12 所以这个电影 就故意就是这样 留的这个bug 10月12的话 对应3月22 对应3月22 它是81天 大家知道 孙空 就是西游记区 已经为什么81难 就指的81天 就是3月22 3月22 大家知道是 骷髅会的那个标志 太多朋友知道什么意思了 然后刚才呢 这个孩子在看电视 老虎 看老虎 就是 意思是 属虎的 3月22 今天不在这讲太多了 然后第二天 就10月13 正式立法开始了 然后约翰呢 去上班 这是很有名的 麻省理工学院 这美国理科 这个美国三大理科 三大理科学校 麻省理工 跟这个什么 跟斯坦福 跟伯克利 三个最厉害的理工学院 这个约翰呢 职业是天体物理学教授 叫天体物理学教授 简直这个角色 设施的太精确了 他就讲这个 你看他跟学生 那天讲课讲什么 讲这种主题 就是万物的随机性 和决定论 就这个世界 它发生什么事 是随机的 偶然的呢 还是天注定 其实就是讲这个东西 其实说白讲 就是人算 跟天算之间的关系的 有的学生主张 就是说 正在发生的事 一定是自然规律的 必然结果 其实就是他讲 决定论 万物都是注定的 什么事都注定的 所以这个约翰就总结说 一切都有原因 因为万事都有原因 因为有原因 它一定有结果 就是它必然会发生 所以其实是他讲决定论 然后这一天呢 就是到了2001年 10月13号了 然后开始校庆了 他们孩子在唱歌 不起言的我 不起言的我 然后一定会发光光亮 还是说在星体嘛 但我们在这给大家讲 他这个学校的这个标志 叫PS PS PS大家知道 也是地震波的 X波和纵波 纵波和横波 就P波和S波 它的那个地震波 就是两种嘛 大家知道 在那炫耀一下 这个PS什么关系 什么意思 P是16 X19 看没有 就它的核数 这就成了一堆组合 1016和197 这就它那个符号 我们刚才文字和组成这种形状 组成这种形状 看没有 又打开这个时间胶囊 就用这个钥匙 用钥匙打开在这 插在钥匙孔里 打开 大家知道 它其实也告诉你 怎么解开这个 井盖上封锁这个密码 大家看到 意思就是说 你看它这横列的 就是1959和2009 这是横着的 这是冲着哪呢 大家看到 就十字架 冲着哪 冲着1970 然后这边它是竖着的 2009加 竖着摆 1959 1959 下边的1985 然后这 2009加 1959 20加19 09加59 等于多少 等于107 下边的1985呢 19加8等于104 107和104 加起来都等于多少 211 我们刚 在中间的电影里 讲 告诉大家211是什么意思 就是天门 就112 2和11 就是私活物 这个天门 然后107 17和14加14呢 就产生这个25811 就是天门 然后这边 这四个数 代表这是钥匙孔 钥匙孔 设置这个数 所以四个角上 就是耿尘 2000年 1970年 1995年和1975年 等于四个干支 这干支 2000年干支是耿尘 但是耿尘是17 1970年是耿尘 就是奎刚星的四个干支里的两个出现了 1995年是乙游 1995年是乙游 乙游 耿尘 1975年是乙卯 耿尘是第十七 耿旭是第四十七 这就是 大家可以先剧透一下 这个17和47 我们刚讲过什么意思 就7741 然后产生58114 然后耶稣 两个家谱 一个77代 一个41代 然后越和 这个排名 地上星第41 总排名第77 都是一样的关系 都是一样的关系 大家看 继续看这个 就是1995和1975 195加75 等于多少 1610 1610 然后这个 19 再加19 等于38 求它的核数 等于20 320又产生25 25811 258要产生197 1016 大家看的这个关系 因为我在这画了示意图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在这儿呢 可能大家 需要啊 需要 大家也沉重一下 因为这几天 我这样的编辑这些图片 搞得很沉重 其实怎么讲 就是1959 它这个电影讲的是2009 50年一个周期 大家知道50年啊 50年周期 哪有60年一个周期圆满呢 一分钟60秒 是吧 一小时60分钟 1959年是几亥 60年一个轮回啊 就是天干地支啊 60甲子一个轮回 你这儿都是在说甲子的 这到多少 2019年呢 就是今年啊 2019年啊 就是那个8778的那个换算 12公加起来是78 78换算是2019 看吧 这是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时间胶囊 这是这边井盖 这边是PS 就分发这些信啊 50年前小孩写的这些信 就把这个 那个先知 那个小女孩 卢辛达那个信 给了约翰的儿子了 打开信 全是数 没有一个字 全是数 当天晚上 这孩子早点睡觉了 把鞋掉到地板上了 掉到一楼了 然后他爸 约翰拿手拿 手上手 手上是十钟 十钟在循环运 在循环 往前走 时间在往前走 就是约翰 下边这个电影 字幕上住的 约翰 在拿这个鞋 送上去给他儿子 结果上去之后 看他儿子正在看这个电影 看这个录像带 因为录像带 这故事的设置的情节 就是这孩子的妈妈 去世了 去世 就去年去世了 这孩子 看他妈妈当时 哄他睡觉 是唱儿歌的那个录像 那个录像带 这首歌的名字 叫做日以继夜 或者叫夜以继日 日月运行 日月运行 然后约翰就回来 看他这个 无意中看他孩子 分到这封信了 看这些数字 结果看到了 说数字 每个数字 一串数字 对应一个大灾难的 时间和死亡人数 最后就看到了 2008年的 10月27日 因为这天 是他孩子的母亲 就是他 他妻子 去世的那次灾难 森林着大火了 就10月27 我们给大家讲 就是所有的 这个电影里的 所有的这些细节 都不是偶然 他都是有意为之 有意为之 编导 有意为之 要告诉大家 试图通过这个电影 告诉大家秘密 他知道中国叫文以再道 写作品 写什么东西 他一定有传承天道的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 在电影这个行业里 尤其如此 尤其如此 因为他通过世约语言 加数字 加文字 为什么2008年 10月27 大家看 大家看 他的那个关系 就是20 加08 28 10加27 27 200加37 65 然后他的核数 28 19 20 然后2065 看没有 产生 25 258 11 就四活五之数 然后这个约翰 就收拾拿酒 比如说 上帝 God 很大的 惊呆了 他明白了 就在那一天 他们家出现了一个 这个车 这个车里 其实是 剧透一下 这是天使 天使在跟着他们家孩子 给了他家孩子一个 凭证 黑石 黑色的石头 就是这黑色的石头 其实告诉他 就是黑药石 这个黑药石 就是一个凭证 也叫黑石 也叫玄石 也叫燕卵 就是可以说玄鸟下的蛋 就是商朝的始祖 商朝的始祖 我们讲过叫做契 叫做契 他的母亲 叫简笛 就是中国古代的上帝 咱们就说叫帝君 其实那个字念群 帝群的妻子 他的这个袁飞 叫江源 江源是旅巨人纪 就踩巨人大脚印 然后生了 生了这个 这个什么 后裔 后继公流 就是那个 发明古物的 种物古的 然后他 次飞叫简笛 简笛就是 吞了玄鸟的蛋 玄鸟的这是燕子 就是黑鸟 它那蛋你可以说就是这个黑色的石头 生了气 气的 它的 它的植物叫 叫火正 火正 大家不要以为是管 管这个生活的 不是 它火正是管 观测大火星的 因为这个大火星 就是天蝎座 天蝎座 是个大火星 红巨星 然后他们 古代叫做 叫做这个 古代的历法 是以这个 天蝎座的运行 以它为 以它为这个标准 来测量的 制定这个节气的 叫以它叫这个 所以它火正是负责观测 观测的 就是 就天命玄鸟 降而生伤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字 气呢 他知道就是气约 气的意思 叫做大约也 就是大的约定 就大气约 大气约的标志 就是这个黑石头 黑钥石 黑钥石是太阳石 它是火山高温形成的 就是能量最高的宝石 这个黑石 就在大脚钥石那个地方 遍地都市 遍地都市 这就是 大脚钥石履约的 大家知道 这是它的那个含义 有在这个电影里 这些细节 它是 讲得很完善 就是 这个约翰 一边喝着酒 一边看电视 一边看新闻 然后看这个 这小女孩 写的这个预言 然后中间这数字 这个电视的数字 都是给他讲这个 说一大书家 连日来暴跌 由此产生的争端 持续了三周 下跌了1.5 争端了三周 什么意思 就315 3.15 3.15 然后就是女娲的生日 对应 10月16 然后 紧跟那个新闻 在中国和东南亚 然后预报 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 三二八 三二八出现了 因为三二八 我们刚才讲了 三二八就产生 25811 然后冬月大帝的诞辰 3月28 但这冬月大帝 这管18层地狱 是归冬月大帝管的 就所有人的这个复生 就是轮回 轮回 就都是归冬月大帝 冬月大帝的诞辰 3月28 老子承道 非生日 3月28 苍结造字 那苍结的难成多少 3月28 一切都是这样 一切都是在 按着这个天数在走 天数在走 然后这个时候 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 1159 就马上到零点了 转换了 但这1159多少 70年 可以这样说 在这个 中表上 它显示这些数 我才知道 显示这些数 11 这是11 然后这个pm 就下午晚上 pm的它这个核数 就是74 7411 产生25811 就是这个pm11 然后11呢 然后pm 加起来都是29 29 然后 1129 他知道习近平 讲中国梦 在11月29号 那天 是阴历的10月16 讲中国梦 11呢 和29 但这是对应 溃刚星里的认辰 然后290度 在罗盘上 就对应 110度 就对应11 11 加360 转一圈过来是多少 是470 就是47 就是耿絮 就是耿絮 然后这边呢 它还有一个87 我看不清这是什么 这可能是个收音机 8765 看什么 8765 6511 6814 这边 1112 然后1415 1415是29 这边是23 一切都是有关联的 就是电影 这个导演和编剧 和这个布景 它是在用各个细节 繁繁复复的 像告诉大家 这个秘密 秘密 怎么个解法 我今天这期节目 也是 也是想告诉大家 怎么解码的 把我们之前 讲过的那些解码方式 都挨个的讲一遍 时钟 罗盘 天下 字母 数字 它之间的对应关系 然后跳到了 跳到了这个12点了 跳到12点 见到哪 见到这个 10月15了 用那台10月14 这个电影是从 10月12开始讲的 见到了13 揭开这个 时间交道的景 然后14 15 AM是14 AM是14 然后呢 这边这个 Dappen 101 这边是 AM A11 M13 A加13 14 这边是 10加11 11 11 114 114 然后 你看这个 这个时候 那句话 电影的 电影的 那个 电影的显示 这个 新闻主播正的讲 我们将时刻 关注这一事件 它都是对应的 就让你关注这个东西 零点跳跃了 就是看 这组数 是最有意思的 就是GAP AN JAPAN 就是日本 它后边 最后边 这个AN 是14 就大家知道 这是月节的意思 然后呢 最有意思的 就是 它这五个字母 它组成 正好组成什么 正好组成 两个日子 就是G和P 组成 1016 那这在美国 一个银行 叫摩根大通 它的缩写叫做GP 就是1016的意思 然后 A和AN AAN 就是1114 但上面的核数呢 就是117 15 117才知道 反过是711 就耿旭 715是 715是 主鹏节 也是中原节 跪节 然后第二天 送孩子去上学去了 送上学去看 电影里就是这样的 设置这些东西 一切有数的地方 大家都要看到 这个约翰的车牌号 它是2879G5 它其实这个 这个8呢 可能是B 这应该是B 但是大家知道B和8的关系 B和8的关系 都作为8 大家作为2879的话 2879的话 看它的这个核数 它的这个循环相架 就是1028107916 然后27是9 899是17 1016和917 然后这边斜加 是1115 都是在锁定 同一天 这个197 可以说是197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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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讲 就是 就是在这个 在哪 在这个电影里 和中间电影里 也经常会出现 就是 它对于1997年的 10月18号 这一天 就是中间这个电影里 讲的 就是救世主的母亲 就是约翰的母亲 因为白血病 去世的日子 这是在 真实世界里 发生的事情 在这不多讲 然后 他这天送 送他邻居的孩子 跟他的这个孩子 一块去上学 就他的 邻居的孩子 就感谢他 就凯斯特先生 然后他的名字 叫做约翰 约翰 我们告诉过大家了 就是约翰 为什么叫做约翰 就是1015和814 然后对应中国的 那个时候的失去 就是1016和815 就是 1970年的 10月16 这一天 是犹太利的8月15 和2月15 这就是他的那个关系 然后这凯斯特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前边 这个四个字母 他的核数815 锁定这个 对应他的 然后后边的时候 又出来了 创世纪的数 2359 2359大家知道 511 814 814是锁他 这个8和14 但合起来就是 1114和58 就他的名字 和他的车牌 之间的关系 这约翰的名字 这个意思 大家看清楚了 我再做个解释 为什么约翰 很多电影里 碰到救世主 什么的 都叫约翰 都叫约翰 约翰是个非常常见的名字 但他 我们知道叫约翰 他来源的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讲耶稣 救医的那个 四福音书的最后一部 他对应的关系 你看没有 1015和814 然后组成 1015是25 然后 一加又是7 725 这边是814 组成22 上面是815 组成13 就是2047 然后在这个角上相加 7加22 7加25 等于32 然后这边 13加22 等于35 然后求他的何数 20是2 47是11 35是8 35 25811 再产生 197 1016 再求何数 再产生 1114 这就是秘密 这就是秘密 为什么约翰给耶稣施洗呢 他叫施洗者约翰 施洗者约翰 但今天不再讲太多了 因为 这个圣经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个谜 感谢再跟大家讲 然后约翰去 去接下午了 去接孩子 读车 读车 那天已经 进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故事的 关键节点 10月15号 就是在这封 小孩这封信里 预言了一场大的灾难 会死很多人 读车了 他就找他儿子学校的 那个导航 他想找个进路 他小孩这个 这个学校的 点这个之后 出来他现在的静位度了 就是42417120 就是京度 42度41分 京度 纬度42度41分 京度是71度 20分 这是他就想起来 那个小女孩 那个信里写上的 他原来不知道 这些数字什么关系 什么意思 现在知道了 看没有 417142417120 他明白了 没圈圈的数字 是京度度 就这个 这个预言信里边 就写 时间 就是日期 然后死亡人数 其他的数字是 京度 锁定 这个导航显示 这些数字 咱们知道什么叫秘密 秘密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导航显示的数字 就是只是灾难的数字 看没有 我们先讲这个 295 2号公路 95号公路 然后这边呢 23麦 0.23麦 大家看 23 这三组数 它互相组合成什么 2月 2月 23 换算成 24小时 就是 11月14 然后 295 2加95 2加9 11 9加5 14 1114 然后 2395 又是创世纪的数 我们刚才讲过了 2395 等于1114和85 然后这边呢 42 这段时间 公立的 就黄道的365天的 2月11 然后41呢 是黄道 这个白道360度的 2月11 71 是311 360度的 20 是120 但这120是什么 中共旧之日 也是女娲补天节 也是女娲补天节 这些数都是一样的 42 然后42 加41 83 71 加20 91 83 是11 他这些关系 都是 然后91 转下来 就是2 112 又出现了 然后41加20 等于61 42加71 113 61 他才知道 他那些关系 61 就是儿童节 儿童节 然后大家看 就是然后 这个约翰明白了 知道这个是 在讲 敬畏度了 然后他下车去 看前面发生了什么 因为堵车嘛 他看一看 是不是发生什么灾难 他下车之后往前走 摄像机拍下来的这把车牌号 创世纪车牌 2539 然后L和M L核数是3 M的核数是4 34 创世纪34 但这美国总统就职是3月4 这个车牌 在末尾的时候 再次出现 就是这个故事 还有个主人公 就是作育员 那个小女孩 她的女儿 叫大安娜 又生了个女孩 跟约翰的儿子一样 都是被上天选中的 然后大安娜最后 就因为天使 把她那个车开走了 带了俩孩子 想接他们走 然后大安娜就 抢了一辆车去追 那个车牌号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但车已经换了一个 红色的吉普车了 就这个车牌 这个车牌号 在很多电影里都会出现 然后这边也一样 这两个车牌都有含义 1927 2113 这个都是她的关系 有时间我们给大家 做进一步的分析 大家知道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知道边倒的一番苦心就行了 然后前面警察 正在劝他走呢 然后突然看见飞机掉下来了 趴下快跑 天上飞机冲下来了 飞机坠落了 撞断了高压线 撞下来 撞到地上 爆炸了 然后约翰冲下去救人 冲下去救人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什么 讲了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孩子 说明天 明天不上学 是校庆 就指今天是10月12 10月12 10月12 这达对应是3月22 然后在这个飞机编号出现了 飞机编号出现了 就是3 V V是22 322 然后 10 G是10 L是12 10 12 3 22 10 12 在这对应 在这对应 然后 E是5 53 那这53是2月23 2月23换算成 1411 然后回家 这是这个约翰的妹妹 Grace 我们今天经历了 没有航天史上最惨痛的一天 四架飞机坠回 从缅因州到 迈阿密的几个州内 初步正式遇难 只有81人 为什么81人呢 是这个 81天是 去经81难 9981难 9981 是3 至3月22 和这两个日子 倒数81 正数81 就电影里出现的 所有的数 车牌号 电话号 时钟的数字 然后像这些 精度 纬度 死亡数字 日期 都是互相锁定的 这就是那个预言树里的 那个 他的秘密 日期 死亡人数 定位系统坐标 经纬度 然后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 就10月15的当天晚上 其实已经按 圣经的历法 已经见到了10月16了 在这个时候 天使出现了 天使出现了 天使 然后让这个孩子 让他看 开他的眼 让他看 他看到这个轨道了没有 和四火舞 这就是四火舞 坐标 然后轨道 大圆 小圆 天梯 轨道运转 然后显示出景色来 景 就是上天的这个气势 森林着火了 大鹿 从这个树间 跑出来 木 他知道是木子 鹿 他知道什么意思了 大鹿 这一头大鹿 鹿 大鹿 大鹿也大通巨 巨鹿 巨鹿 然后他 约翰的孩子 住的这个房子 看没有 金字塔 眼睛 金字塔和眼睛 然后第二天 就这一天 十月十六 十月十六 然后 这个约翰带着孩子 就去找 找什么 找这个 写 预言信的 这个 卢辛达 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 带着他的女儿 这天就十月十六 然后看见了 跟着他们走 看见了 车牌号又出来了 4H17C4 C4是三四 H是八 817 8就对应 217 登方舟 48是一年的 第48天 817 对217 狂到的 第48天 48天 然后反过来 就是十月十四 然后 数字的 和 4174 414和5 74和11 115 和十月十六 我们看 刚开头讲的 圣母马利亚 他的核数 4197 循环下架产生 115 511和 十月十六 然后他们就跟着人家 这个数又出现了 警车上的数 113 这边可能 我没接下来 不知道什么数 然后这边 跟着这个车牌走 然后去了之后 就看博物馆 博物馆里面 就是两个狗 两个狼 去看这些狼 狼大家知道 就是狗 两个狼 其实就指 大犬座和小犬座 猎狐座的 两条狗 这个天狼星 它有一个词 叫做热 也都知道 在世界很多地方 天狼星的这个 说法都叫做狗 在中国把它叫做狼 叫做狗 小女孩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十月十六 狗 嘎的 斗狗 他的那些关系 然后这俩小孩 跟两个狗对视 然后这个约翰就去找 找这个 这个女的 讲这个道理 一说这个事 女的害怕了 就躲 约翰就追上来 就是跟她儿子有关联 仔细看这个车牌 那这最后的 最后的这个 这下一次 下一次这个预言 预言下次灾难的 这个敬畏度 7174 7174 大家知道有7741 我们近期可能讲了很多次 关于这个7174 1747 7714 它这些关系 希望同学们 朋友们都 都明白 我们讲了这么多 我真是希望 你们也都跟我一样 能知道这些解码方式 怎么解 这个是预言下次灾难的 纽约地铁 出车祸了 死了 死了170个人 这一会儿 她的敬畏度坐标 大家看到这个关系 7174 然后组成 7741 1114和58 然后40加71是111 11可以说11月1日 11月1日 然后7月4 在这美国独立日 是美国独立日 然后这往下加 40加74 40加74是114 然后71加00等于71 把71放在前边 大家看 这组合成什么 组合成711 1114 711是耿絮 然后1114 反过来讲 1117 是阿弥陀佛的单身 它对应西方的 11月13 11月13 然后这个40加71 我们讲这个秘密 就是 为什么我为什么说 这个好莱坞 这个电影啊 这个大片啊 基本上都是 启示之作啊 它整个呢 都是在上帝 启示之下完成的 有些是它特异的 有些不是特异的 但是无论你怎么做 最后传达的都是井 电影的本子的影子 的本子是井 井是上帝的大光明 光明就是数字 就上帝 启示给大家的这代码 它的含义 比方401940年耕臣 这边 像是70 70年的耕蓄 然后7010 然后47 47日 第47天 200 2月17 它的这些关系 所以独立日 7月4 这是在纽约发生的 你可想起7月4了吧 然后7411 这边也是 1471 或者1147 然后相加25811 25811 这有一切秘密的所在 我们说人算 不如天算啊 在这收一下 就是 这个世界是在 严格的按照 天道法则在运行 这个运行的结果 就是最后的审判要来了 在这个时候 在末日作恶的 他们所遭受的惩罚 可下而至 我们给大家讲 这些东西是希望大家明白 坚定这个信心 上帝是存在的 不要以为上帝不存在 不要以为末日不存在 不要以为惩罚不存在 那些在香港作恶的 在中国作恶的 在全世界作恶的 那些专制者 你们的末日 马上就要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